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張大哥你這樣演嗎 哇 上當 謝謝 謝謝 到底如果你有傳什麼簡訊 你說 就是想對你的喜愛 沒有啦 我們都要各台 就是喜愛 他有給你擁抱還是抱抱還是很幸福 謝謝你 依次當監治 就是 我有榮幸遇到你 你也在我心裡留下了很大的陰影 陰影到底是什麼 那個陰影咧 我覺得不問得要可能會更精進 因為我真的認為我拍戲的時候挺不錯 可是我認識到星姐姐做 我一個檔次率更高的人 其實也會有點驚訝 他竟然可以專注到這個 然後我們在開拍節目 對他有教訓發表的事情挺好教的 對 那個陰影不是很小的嗎 好想到別人是真的 但他不是 不是念的 不是 把我的小時候 然後也會去 不斷 不斷 跟他有不斷 跟他有不斷 因為我好想把你拍下來 有 有 你有說 你剛剛的表情很好啊 他就是為了 演員工作 因為這個重心 重心 他的表演 重心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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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重心不定 沒有你這個弟弟 我在馬來西亞真的語言不通 我可能會 很危險 謝謝你陪著我 其實康林哥得獎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那邊哭 我覺得很害臭 我打在 我一直看台下 他一直哭 然後我就很不冷靜 然後 怎樣哭得很慘 我哭得好醜啊 我只會不會想不想 你知道嗎 哭得很慘 對 你覺得哭 我剛剛沒哭吧 我其實 對阿 我真的學了很多錢 因為 非常黑了一把 我說的黑了一把就是 知道要跟這麼優秀的演員 都做的時候 就在想我怎麼樣 跟這場的角度 除了在表演的部分 在演藝工作 還希望我來台灣 很難心嘛 所以我也很群眾 拍了自行的 就位經營團 就居留正 可是剛剛看到一個說 心裡留下了陰影 那我要小爆料一下 其實我跟新姐姐合作 中間我還特集中的 新姐姐的臉色跟愛情 太壓力了 太壓力了 如果你喜歡 你新姐的話 你可以找她合作 你每天晚上都會目見她 哈哈哈哈 我個人就像我們 我們就像我們 我們就像我們 所以 所以 要想聽辦法 我們就要最好 是你們 跟她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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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 我覺得 可能就是 她沒有經驗過 有幫我沒聽到欸 剛剛有拿回合她說 頭部還很長 是年輕 對不對 對 好 好 一樣幫我拍她 中間的攝影大哥 我想在座所有的朋友 都知道 金馬獎這個十年來 這十幾年來 走的路非常辛苦 其實台灣電影 也不是那麼容易 可是我今天 在現場 我看到的那種 那種精神 跟大家每個人努力的 在做他們自己 該做的事情 這個就是金馬的精神 可是我希望看到 年輕的一輩 將來就是你們的天下 希望你們繼續 好